这里是我在新北市永和区的小套房 小小套房 四平大空间 这是北漂青年 沾停情成租的永和租屋处 旁边有茶几跟沙发 也是房东付的家具 还有我自己带来的一个书柜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但北市高租金 让这位一厢人感到压力沉重 便当的一个只有十左右 就可能手时候觉得便当 应该就是七十几就有了 然后现在就是常常都一个就破把 连买个便当也得控制在一百块内 在台北生活食衣住行样样贵 日常开销已经够拮据了 因此当沾停期看到政府 推出扩大租金补贴时 原本以为可以减轻负担 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是 他那时候是跟我直接讲说 如果要申请租物补贴的话 就至少帮租金要涨五千以上 我就想说如果涨五千 那我去申请租物补贴都还没那么多 那我这样不是本人赔了吗 所以当然就打消我这个念头 政府的美意看得到吃不到 沾停期月租金八千五百块 一旦成功申请 就可以获得补助四千元左右 将近房租的一半受贿很大 其实将近五千块就等于你一个月 又可以多存下这笔钱吗 那其实一年下来 其实也是大概多了六万的一个存款 所以真的是有影响蛮大的 要怎么让房东这一块 可以更提升意愿 愿意让房客去申请租物补贴 我觉得政府还有很多的沟通 这次租金补贴政策 不止户数增加 补贴金额 再加码 资格也放宽 适用的对象包括二十到三十五岁 为单身青年 弱势族群 新婚家庭 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史无前例的从换认定 不限合法住宅 顶家隔间套房 未保存登记建物成租户 也都可以申请 政府释出大利多 但多数租屋族仍担心 被二房东求后算账 政府大洒币 退出三百亿元的 库大租金补贴政策 原定两个月目标五十万户 但截至八月底 去申请的户数只有二十七点八万户 因此决定在延长两个月 不少租屋族表示 不敢去申请租金补贴 因为就怕房东涨租 甚至是租约到期不施约 说出多数人的无奈 被迫搬迁 可能成为申请补贴后的必然选项 因为房东有被追税的疑虑 右脚的税金会大幅增加 尽管内政部修法 鼓励房东成为公益出租人 租金补贴不得作为综合所得税 地价税及房屋税的课税依据 还享有税负优惠 但带来的影优是 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选举的现象 跟选举的考量 那房东也会精打细算说 到了2024总统选完的时候 那个300亿租50万户 会不会还有那样的规模 会不会倒退到12万户呢 减少了那38万户的房东怎么办 税捐单位知道我在出租 但是我又没有公益出租人的资格 可以拿的时候 那不是就被税捐单位 用一般的税负的一个价格来处理 那我不是倒霉了吗 面对深不见底的租屋黑市 租屋成交价格 实价登陆或许是解方之一 他之所以不用登陆 就是因为他怕缴税 现在就是最主要 就是实价登陆里面要求 所有租房子也必须做实价登陆 资讯透明 大家找房子也就找得到 补贴也可以补贴到 这次我们在倡议租金条例的修法的过程 我们也有一个主张是 就是说中长期还是要把房客 房东不得拒绝房客申请政府发放的 各种社会福利的相关的补贴 这个部分 纳到一个租赁契约的 不得记载事项里面去 300亿的租金补贴 虽然门槛放宽 也不用经过房东同意 但租屋族敢不敢申请 又是另一回事 怕被房东报复忘之却步 台湾租黑市短时间内无法解决 谁能保障他们下一个家 TVBS新闻陈建民留言宣 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